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相当新鲜的书,它的英文原版还有个副标题,统治世界的昆虫以及未知着迷的人们。 一听就知道,这本书写的不仅是多姿多彩的昆虫,还包括了它们与人类相爱相杀的故事。 这本书的作者戴维·麦克尼尔是一名科技杂志专栏作家和记者,虽然他不是研究昆虫的专家,但却有着过硬的科学素养,同时拥有记者的敏锐观察,广阔事业和风趣幽默的笔法。 所以本书不仅干货满满,而且读起来也是妙却横生。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戴维·麦克尼尔的脚步,一起走进奇妙的昆虫世界吧。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人类研究昆虫的历史,以及小虫子的大世界。 我们刚才说,这本书讲述了昆虫与人类相爱相杀的故事。 这话一听,就是从人类的视角来说的。 因为站在昆虫的角度,人类的历史与昆虫长达四亿年的净化学相比,真可谓一眨眼的功夫。 而且双方的数量对比也是天然之别。 平均算下来,地球上有一个人就同时有十四亿只昆虫。 昆虫的数量不仅远胜过人类,而且是当之无愧的动物界霸主,占据了动物界四分之三的数量。 所以有人认为,昆虫才是地球真正的主宰者。 正是由于昆虫随处可见,所以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开始观察、描绘、利用昆虫了。 我们在一万多年以前的原始人洞学中,可以看到描绘虫子的壁画。 在公元前三千年的埃及,人们把圣甲虫奉为神明,其实它的原形就是枪狼,也就是俗称的史克浪。 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阐述昆虫这种无邪的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区别,被认为是昆虫学的鼻祖。 不过,昆虫研究的大爆发还是要等到19世纪20年代。 当时有两位英国昆虫学家威廉·科比和威廉·斯彭斯,他们撰写了四卷本的昆虫学入门, 从心理与解剖的角度详细描述了众多昆虫的精细构造。 从那时起,昆虫学家和昆虫爱好者们前赴后继不断发现新的昆虫, 并对已经发现的昆虫进行解剖和研究。 到了今天,借助基因科学的发展,人类终于可以从根源上对昆虫进行准确的分类。 当然,基因科学对于昆虫研究的帮助还不仅仅是体现在分类上, 我们后面还会不断提到昆虫学与基因科学的关联。 投身到昆虫世界等,除了专业的科学家, 还有许多趋密于这些小虫子的昆虫爱好者们。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了它们呢? 其实,这些小虫子拥有一个浩瀚而又奇妙的大世界, 其中的许多奥秘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一只昆虫可能身体很小,结构简单,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机能。 但当它们成军结队聚集在一起时, 却表现出不亚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就拿蚂蚁来说吧, 一只蚂蚁的体积只相当于人体的百万分之一。 但是一窝蚂蚁营造的蚁学却可以非常大。 1960年在美国曾经挖出过一个蚁学, 大概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而且,蚁学不仅体积惊人,内部构造也十分复杂, 不同功能的房间有狭小,螺旋式的通道相连。 最令人惊讶的是,建造这样巨大而复杂的蚁学, 却并不需要一个总设计师或指挥官。 虽然蚁群当中有蚁后, 但它是一个纯粹的繁殖机器, 而不是发号施令的总统。 所以,蚂蚁之间如何彼此交流, 才能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呢? 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课题。 虽然现在仍然没有定论, 但这项研究已经给人类的计算机网络和神经生物学 带来了许多启示。 以上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部分, 人类对昆虫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而现代技术极大的丰富了研究方法。 昆虫世界的精妙和复杂, 令研究者和爱好者为之着迷。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 昆虫给人类带来了哪些危害和烦恼, 人类又是如何应对的? 想起昆虫, 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很可能多少还是感到有些厌恶, 恶心, 甚至恐惧。 这不能不说是几千年来, 人类被昆虫侵扰留下的心理阴影。 这里面既包括跳蚤、蚊子、 臭重一类嬉戏昆虫对人体健康的直接危害, 也包括苍蝇、蟑螂之类, 因为携带病菌污染食物, 渐渐影响人类健康。 此外还有在农业、林业等领域 带来经济损失的害虫, 比如白蚁、绵鸣虫等等。 就拿温虫钉耀来说吧, 程度轻的, 是引起皮肤红肿、搔痒。 而严重的话, 不仅可能引发过敏致死, 甚至还可能传播可怕的传染病。 比如鼠疫, 虽然以老鼠命名, 但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 才是把疾病传到人身上的罪魁祸受。 除了鼠疫, 跳蚤还是颁枕伤寒的主要传播者。 这种疾病曾经让强大的拿破仑大军 在远征俄罗斯的路上折戟沉沙。 而蚊子则是更厉害的瘟疫使者。 经它们传播的疾病, 除了瘧疾和登革热, 还有近几年从南美洲兴起的债卡病毒, 预付感染这种病毒就有极高概率生出畸形婴儿。 这些由蚊虫传播的疾病, 在历史上长期令人类束手无策。 甚至由于虫子体积小, 隐蔽性强, 在很长时间里, 人们都搞不清楚疾病的传播途径。 比如为了验证黄热病是由蚊子传播的, 上世纪初的一群志愿者不惜以身试吻, 让那些吸过患者血液的蚊子叮咬自己。 它们大部分很快就患病了, 其中有几位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为了从害虫口下挽救生命与财产损失, 人类也是用尽各种办法来瞎灭或抑制害虫。 使用杀虫剂是传统的方法。 第一种被大规模使用的杀虫剂叫巴黎氯, 是一种含有剧毒元素、深的化合物。 在19世纪中期, 被用于杀棉那些破坏土豆、卷心菜的农业害虫。 到了第二次世纪大战前后, 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杀虫英雄,DDT。 DDT的使用, 在全球范围减少了瘧疾等传染病的发病与死亡人数。 但DDT也是第一种引起广泛争议的杀虫药。 1972年,雷切尔卡森的名著《寂静的春天》 就揭露了DDT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体内累积所造成的生态破坏。 其实,除了DDT, 其他杀虫剂也都有类似的破坏性。 更要命的是, 昆虫的抗药性进化速度飞快, 不管是巴黎绿还是DDT, 或是更先进的拟除虫举止, 都不能保证抑制有效。 草引文子们早晚会发展出强大的抗药性, 逼得人类要么加大剂量, 并造成更大的环境破坏, 要么只好发明新的药剂。 那么你可能会问, 除了用化学药物, 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当然不是, 在用药之外, 人们正在研究的还有另外两个方法, 一种是乙虫治虫或乙军治虫。 也就是说, 利用自然界本来就有的昆虫天敌来抑制害虫。 比如, 以色列柑橘感染戒虫的时候, 农民就从日本引进了跳小风, 经过三年培育之后释放到柑橘果园, 效果很好。 再比如喷洒苏云金甘菌, 可以防止棉林虫。 这种细菌会破坏棉林虫幼虫的内脏, 让它们死亡。 另一种方法是应用转基因技术。 比如在南美, 为了消灭传播瘧疾、 登革热和债卡病毒的蚊子, 有一家公司培养了转基因雄性蚊子, 释放到野外。 那么这种转基因蚊子怎么发挥作用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雄性蚊子是不吸血的, 这些人工培养的雄性蚊子, 在繁殖方面有很强的竞争力, 所以吸血的雌性蚊子与它们结合后, 就不太有机会再与天然雄性蚊子结合了。 而转基因雄性蚊子会把两种基因带给下一代蚊子, 一种是将其他物种的抗病基因, 比如抗瘾疾基因转到蚊子身上, 让瘾疾病原体在蚊子体内无法生存, 从而导致蚊子无法传播瘾疾。 另一种是更加斟草除根的不欲基因, 转基因雄性蚊子把这种基因遗传给下一代, 下一代就无法繁殖了, 从而会导致蚊子的数量整体减少, 降低疾病传播的概率。 效果怎么样呢? 2013年,巴西某地使用转基因蚊子,让登革热病例减少了91%,可以说是卓有成效了。 尽管我们有了先进的防虫措施,但昆虫的数量巨大,进化速度飞快,环境适应能力超强,这都让人类与害虫的斗争必定会持续下去。 而如何在防治害虫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找到平衡,你会一直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以上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部分,害虫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很多危害,也带来可观的经济损失,人类使用杀虫剂、生物防治、转基因等方法与害虫对抗,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虽然我们讲了害虫带来的巨大破坏,但其实从整体来说,昆虫对自然与人类的价值还是远远超过了破坏。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第三部分,昆虫对自然与人类有哪些巨大价值?人类又该如何利用和保护昆虫? 首先,昆虫在生态循环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分解者的角色。 昆虫可以将动植物尸体分解,还原,把它们变成土壤的养分。 虽然通常人们认为,微生物才是最终的分解者,但如果没有昆虫将大型尸体或排泄物分解成小块,微生物的效率会受到很大影响。 澳大利亚就曾经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引进史克朗,成功治理牛粪。 不过,昆虫的这种分解功能,甚至已经不局限在天然的动植物尸体和排泄物。 举个例子,现代世界最困扰人类的垃圾莫过于塑料了。 而近期的一些研究发现,昆虫很有可能帮助人类治理塑料。 中国的研究者发现,黄粉虫幼虫很喜欢吃聚本乙烯,也就是塑料。 它们体内的细菌能够把聚本乙烯的常列分子分解成小分子, 然后黄粉虫的内脏会使用这些小分子作为自己的能量来源。 或许有朝一日,全世界都要将治理白色垃圾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小家伙身上了。 7.昆虫还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我们对这个并不陌生,毕竟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丝绸就是虫子的产物。 在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有来源于昆虫的经济产品。 比如在印度和东南亚,人们从一种叫紫胶界的昆虫身上提取分泌物。 这种分泌物被称为虫漆,可以用作家具涂料,让木头表面散发光泽。 美洲的原住民也会从胭脂虫身上提取染料。 现在这已经是个巨大的产业了。 这种染料不仅可以用作衣物染色,还可以用作食物添加剂,让食物带有新艳的颜色。 再次,昆虫独特的生理构造也为现代科技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尤其是医学和工程机械领域的发展。 比如,从昆虫体内提取药物,可能会带来重大的医学变革。 医学家一直很好奇,蟑螂之类的昆虫是怎样在遍布病菌的环境中茁壮成长的。 现代抗生素的滥用引发的超级细菌,几乎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而在蟑螂体内,研究者就发现了可以对抗超级细菌的因子。 在工程机械方面,科学家致力于研究昆虫的神经与肌肉结构,来改进微型机器的设计。 因为昆虫在复杂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柔韧、灵活。 比如,蟑螂在狭小崎岖的地下缝隙中行走,是人造机械现在仍然望尘莫及的高度。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听起来让人有点难以接受的领域,那就是昆虫作为食物的价值。 你能接受以虫子为食物吗?你会喜欢或感兴趣呢?还是会觉得那只是荒蛮之地的崎岖风俗? 或是粮食短缺地区的人们不得已的选择?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昆虫还没有成为日常食谱的一部分。 但吃虫子其实在各种文化中都有悠久的传统,而现代社会的人口和环境压力又再次让我们从这个传统寻找良药。 昆虫是高蛋白食物,而且与其他主要的动物蛋白来源,也就是牲畜和家禽相比。 养殖食用昆虫有几个无可比拟的优点。 好处之一就是技能减排,生产同样重量的肉类。 养牛跟养蟋蟀相比的话,牛需要消耗的饲料是蟋蟀的六倍多。 而且饲养牛羊要排放大量温室气体,饲养昆虫则几乎没有温室气体排放。 食用昆虫的另一个有链就是营养价值高,富含促进大脑发育的长链脂肪酸。 昆虫的维生素B和胡萝卜素含量也高于其他肉类。 而且,同样重量的昆虫肉比牛羊肉也能提供更多的能量。 当然,要让现代社会的人们接受食用昆虫,不仅要突破心理障碍,还需要大厨们多开发美味的昆虫菜谱。 作者在日本的一家昆虫餐厅,从头到尾几乎没有吃到一道美味的菜肴。 既然昆虫有这么大的价值,于清于理,人类都应善待这些有益的昆虫。 其实,本来以昆虫的数量和适应能力,并不需要人类太过操心。 但由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太过巨大,某些种类的昆虫已经变得岌岌可危,不得不需要人类流行保护。 比如,某些种类的蝴蝶和萤火虫,因为人类污染了它们的栖息地,变成了宾威动物, 迫使政府和环保组织采取多种手段来增加它们的种群数量。 比如人工繁殖后放归自然,或者种植这些昆虫食用的植物。 更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蜜蜂。 这种人工养殖的昆虫,在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经历了一场浩劫, 被称为蜂群崩溃综合症,表现为蜜蜂大规模的死亡。 这场劫难的原因,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调查清楚。 很多人怀疑,滥用杀虫剂降低了蜜蜂的抵抗力, 也有人把矛头指向现代养蜂液, 认为现代养蜂技术忽视了生物多样性,导致蜜蜂营养来源单一。 无论是什么原因,蜜蜂危机都警示我们, 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带来的后果常常是超出我们预期的, 而我们破坏的能力往往比恢复与保护的能力大许多。 以上就是我们讲的第三部分。 昆虫对人类的巨大价值体现在好几个方面, 它们是生态循环中的分解者, 在经济、科技领域,甚至在解决粮食危机上, 都有很了不起的作用和潜力。 然而,人类活动也一直在威胁昆虫的生存, 我们的一些保护行动可能为时已晚。 好了,以上就是《昆虫传》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本书讲述了多姿多彩的昆虫, 以及它们与人类相爱相杀的故事。 第一,人类对昆虫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而现代技术极大的丰富了研究方法。 昆虫世界的精量和复杂, 定研究者和爱好者为之深深着迷。 第二, 害虫对人类生命健康带来很多危害, 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损失。 人类使用杀虫剂、生物防治、 转基因等方法与害虫对抗, 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而如何在防治害虫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找到平和, 也会一直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第三, 昆虫对自然与人类有巨大的价值, 它们在生态循环中扮演着分解者的角色, 具有丰厚的经济价值。 它们独特的心理构造, 也为现代科技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源。 此外, 它们营养价值高, 有潜力解决粮食危机。 人类该如何利用和保护昆虫, 减少对有益昆虫生存环境的威胁, 是我们急需研究探索的重要课题。